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 刚刚好想要说的话 在电话中却一时也想不起来 现代人因为工作忙碌与生活压力 加速脑细胞的凋亡 导致记忆力衰退 究竟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能否修复 透过什么方式才能减缓记忆力退化 脑是情感思考以及生命得以维持的中枢 是由称为神经元的神经细胞所组成的 根据资料显示 人类的脑神经细胞数量约有1500亿个 这些脑神经细胞无法向一般人体细胞 能不断地再生而有新陈代谢的功能 记忆力衰退不仅会影响工作及生活 严重退化还可能导致失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全球失智症报告指出 2010年全球有超过3500万的失智症患者 记忆力退化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健康 严重退化而导致失智 也会造成整个家庭生活及经济状况的失衡 理念就是Best of Nature, Best of Science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Nature Ingredients 然后能够用Modern Life Science的一些方法来验证它最后的功效和它的安全性 和做药的可能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针对的人群 这个food supplement的使用人群是健康人群 它的目的不是治疗而真的是预防 所以在建立这些模型的时候 这个把点也许可能跟做药的是一致 但是很多时候它的安全性更为重要 为了找寻有效改善记忆力的植物营养素 纽崔来结合中西方科学 从中医理论切入 再以现代医学工具来检验研究成果 最近越来越多的paper published paper也证明 记忆力的尤其是跟年龄有关的退行性的下降 是跟两个最主要的因素有关 一个就是神经元细胞的活力的下降 另外一个就是神经地质活力的下降 那这两个呢 就对退行性记忆力下降有直接的影响因素 从众多的一些natural ingredients筛选的这个list讲来说 最终肉从容的提取物它的表现是最优异的 在中医理论中 肾主骨 骨又生髓 脑为髓之海 所以中医认为脑与肾关系密切 也就是说记忆力下降与肾功能下降有密切关系 而严谨的扭催来为了验证管化肉从容萃取物 对记忆力作用也进行动物及人体的临床实验 人体实验部分呢 分为300毫克的广化肉从容萃取物体取物 600毫克的广化肉从容萃取物 那么在服用六周以后呢 发现他们不管是他们的联想学习 回忆 还有在任 包括对于一些无意图形的验识 那都有很好的一个input分 在开发这个提高记忆力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同时对市面所有的提高记忆力的保健食品 进行了一个产品的分析 银杏呢 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分析呢 实际上银杏它主要的一个成分为银杏黄酮 银杏叶呢 它主要是一个平喘 止咳 对心血管上的一个帮助 而管化肉从容 它的活性成分是本与唇肝 它对神经细胞 不管是它的雕王 再生 修复 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报道 广泛的对这个 随着年龄增长造成的记忆力下降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除了纽翠莱发现 管化肉从容 能有助于改善现代人苦恼的记忆力退化问题 在台湾学术界 也有一位长期研究管化肉从容的学者 肉从容主要是里面含有它的肉从容肿肝 所谓的肿肝呢 一般就是植物里面的多分化合物 根据很多的文献的报道 它是可以来修复 把已经死亡 已经凋亡的这个细胞 促进它的再生 龚教授进一步说明 根据2010年动物临床实验的研究报告发现 受损的脑细胞在服用管化肉从容萃取物后 确实能修复脑神经细胞 而且多次人体临床研究也证实 管化肉从容能改善帕金森氏症及失智症 一个人他的记忆力会消失丧失或所谓的失智 基本上都是脑神经的破坏 管化肉从容在目前有进行所谓的细胞实验 也就是体外实验 那已经证实很多的文献提到说 这种怕金森或者是细胞的损伤 它可以抑制它的凋亡 也就是回到正常的样式 能修复脑神经细胞 让记忆不断线的管化肉从容 生长在沙漠地区 所以又有沙漠人生之称 目前已经成功在新疆完成大量的人工种植 而由纽崔来所认证的卡兹纳克农场 独特的地理条件及天然柳基的种植方式 生产出优异品质的管化肉从容 像其他的一些用在纽翠莱产品的关键成分一样 在这个产品开发的初期 我们很早就关注到管化肉从容它的种植基地 现在经过NutraCert验证的管化肉从容的种植基地 浇灌的血水也是从昆仑山来完全符合 我们纽翠莱对原材料 对它的有机 对它的自然 对它的安全 和这些所有的精神都非常的契合 从产品研发到天然有机的栽种 以严谨的态度 高标准的制成与品管 纽翠莱秉持永续经营理念 不但提供最天然与安全的营养品 而且为追求人类极致健康不断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